有點冷 不知道為什麼我綠豆可以用 只是戴上來的衣服 這裡就是我住的酒店 對面隨便會有一間聖誕主題的Chapel Christmas Hotel 四小時在Larita 現在又是酒店 開始出飯 酒店前面有個mini stop 其實裡面也有個漆仔 也很方便 我就去mini stop 買了咖啡 城田機場的Eon Mall 現在的店裡是三點多 四點 我就先吃一頓壽司 這間壽司的紙身非常新鮮 很可惜的是我去的時候是1月1日 就關門了 唯有走回到Eon Mall Daiso附近有個地區是專門吃東西的 最後就選了這間連鎖的回轉壽司 進去吃吃看大家的電話都響氣警暴 就說地震 原來是地震 然後我看一間店的燈 原來是在搖 難怪剛才吃的時候 頭部覺得慢慢地 因為我自己太累了 吃完就要出去 去Daiso 每次來Daiso都會買很多東西 這個Daiso就不太大 最大就要走出去的魔術 然後轉回一個日後 大家買東西之前 記得想Eon Mall的忘協 下載5%的QP 現在5年半天就黑了 如果在這裏 搖回Shuttle去酒店 其實就很近Daiso 就會在這裏等 找回酒店 然後排隊等上車 分享一下我們Daiso的戰利品 這次也算買得少 但已經很重 還有都是特地試回來 這兩個呢 我看它是100日圓 煮意粉很方便 因為我很喜歡吃意粉 那我就買了這個 溫泉蛋 明太子 這兩包薯片 是100日圓 兩包 那這個牌子糊 超好吃 超有薯仔味 而且每一塊都厚 那這個是純粹排底 只要搭單買的 那這裡呢 這個杯麵呢 我覺得超好吃 上次買完 那吃呢 它是很滑的 而且它的湯 就是 你不會覺得它很味噌 反而你會覺得 好像出街吃一樣 這個就是番茄味 這個 我... 這個上次我沒有吃 那下次再吃吧 那這個是白汁的味 非常好吃 那這個是在EON超級市場買的 另外呢 就... 因為最近搬屋 所以就買了一些廚房的 那這個呢 就用來隔水啦 這個呢 就是用來炒東西 那我專門買呢 都是買一些日本製的 因為難得來到日本 當然要買日本製啦 好啦 那這兩個碟也是的 日本製 那買了一些東西夾零食 這雙手套呢 最貴的是這雙手套 這雙手套是200耶 為什麼我覺得它很可愛 那整天去一些冷的地方可以用啦 那女生多頭髮 那就買了一個隔頭髮啦 這個呢 就有一個通通的渠 那廁所的香精啦 還有殺菌 那我選擇呢 都是玫瑰味 洗衣也是選玫瑰味 那口罩啦 因為今天出去忘記戴 看到很多人剪刀 就買完即刻用啦 那然後它這些 這些真的超划的 香港人現在12元 店都要買12元 那這裡只是5個半一包 就是為了氣缸紙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原來它專有 這個呢 就是用來抹廚房爐的 那這個呢 就是用來 Wet cleaner wipes 應該是抹什麼都可以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專門是抹桌子的 Dining table wet wipes 分得很仔細啊 其實它還有一些是抹廁所的那些 但我就沒有再買了 那這個呢 這兩隻玻璃杯 都是日本製的 那我見它矮矮的 我就買來泡咖啡 在家製作咖啡的時候用的 對了 那今天 走了一圈Daiso的收穫 就是這麼多 慢慢走過去這個 嗯 川峰別館吃鰻魚 剛剛看一看呢 就走14分鐘就到了 都有點冷 不知道為什麼我綠豆可以用的 只戴了兩件衣服 走去川峰別館 一定會 真的看到這一條 綠色的橋 那就會在 這一邊就是 春風別館 還有一個小小的 Eon 可以走的 其實我看地圖 要再往前走一點點 已經是Larita Station 穿過這條青森橋 哇 很漂亮 那由春風別館出來 再轉左 向前走呢 就會去到 Eon Max Valley 超市場 超市場 那它裡面還有些什麼 我記得它裡面有個 食物櫃 那裡面也有一間 大壽 這邊過馬路進去 超市場 超市場 的入口 已經看到有很多間 食物在左邊 超市場 就是這裡 在這裡 裡面 走到上頭 轉右 再上去 就會是 其他東西可以看了 可以現在三個衝去 大宋 看了 真的去到哪裡都要看大宋 整個 大宋 不知多少才會看得厭 那這裡 這個Eon Time 其實只有兩層 那 對比起我們去的另一個Eon 是比較小 還有舊一點的 那它也是有一些 小小的白火公司 看 扭蛋 Food Court 還有小朋友玩的打機的地方 Food Court 那一隻二樓走到尾 就是 這個小小的大宋 真的不要看它好像很小 上次我都走了很久 因為我經常都看不同的大宋 因為其實它每一間大宋都不同 這個鐘頭在大宋 它又買了一堆東西 不過也很便宜 酸豐別館 在購物後 店舖開了半小時 我看到一條隊很長 所以 因為我趕時間 所以沒有人吃 現在去找其他東西吃 唯有在旁邊這間拉麵裡吃 看看 應該不會差到哪裡 開動了 我選了鹽味的奶麵 然後它是我最喜歡吃的 柔麵 然後它的湯超香 它有鹽味 還有一種特別的味道 品質是怎樣 24小時 是整天用了幾千 早餐吃了150日圓 午餐吃了2000多日圓 夜晚燒烤吃了4000多日圓 夜晚燒烤吃了4000多日圓 之後在Daiso去了兩次Daiso Daiso各自買了3000多日圓 然後在超市買東西回香港吃 用了2000多日圓 本大約用了14000多日圓 超級划算 而且餐餐都吃得很飽 很滿足 食物很高質 今次這個24小時快閃東京成田 其實我活動的範圍都在酒店附近 這條路線就有展示 其實走路可以去到 剛才所說的鰻魚川峰別館 或者是屯骨拉麵 再走到Eon Town成田附里 另外如果想去永旺 樂庭成田的話 絕對需要搭酒店的Shateau Bus 因為都有點距離 那我今次這段24小時 在東京成田的影片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 之後會帶大家去更多的地方 我們遲些再見 拜拜